大家好,我是安东 现在呢,我们正在日本东京的 就是海场 在我身后的地区 注决的一笔高达高达 今天呢,是我来到日本的第三天 但是因为昨天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考试 所以今天等于是我日本之行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来个中二的pose 作为日系时尚爱好者第一站当然是元宿了 在我们面前的是大名鼎鼎的竹下通的入口 而背后则是传说中的元宿站 竹下通可以说是元宿的中心地带 狭窄的街道两旁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店 要想知道元宿街头最新的流行趋势 来竹下通看一圈就够了 好的,然后这里就是元宿 可要再超的入口了 地方有点小不是很好找 然后最近的话 可要再超的已经可以支持 手机的微信支付了 超级厉害 嗨,我们刚刚从元宿的可要对照的回来 然后有收获 买了一件来自珍芭古的SK 对,然后郑姐呢 海山 非常好看 我们从可要对照出来不远 然后这里就是元宿是一个日本做小屋非常好看的东西 对,这个地方 牌子 嗯,对 夏天 从下通过来也是河舞可以看到 我们是ra行一会 人宿的风光 那里血 刚刚是开了一家里面可以拿到这样一个免费的地图 光有日语还有英文 然后里面的话呢会介绍元素附近的街道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路线啊 所以感觉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还有一个免费的文件夹 是我们元素的Kawaii教主 Carrie Carrie 对Carrie Carrie Carrie 而元素观光案内所正面的橱窗摆设 正是由我们今天的主角Sebastian Machida设计的 增田Sebastian是元素时尚品牌 6%的Kidoki的设计师和创始人 他早在1995年便开始以元素为中心展开活动 被誉为开创了元素Kawaii文化的第一人 而他独特的审美风格 如果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还是元鱼和歌手Carrie Pamu Pamu的合作 Carrie的几首成名作《砰砰砰》 《つけまつける》 《かんじかんじ》 和《花胸Monster》 都是由增田Sebastian担任美术和造型总监 接下来我们要造访的就是这位增田Sebastian的最新作品 KawaiiMonster Café 我们现在正在YM Square 也就是KawaiiMonster Café的所在地 我们正在往四层出发 有点期待呢 我们下期待 《花胸Mo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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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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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應該不會啦 好吃一下 橘色 hot dog 好吃 好吃 大概還是挺好吃 我喜歡 哈哈哈 有不一樣的味道嗎 羊群味 還好我還活著 哈哈哈 咖啡的中央是一個圓形的蛋糕轉盤 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次演出 真的 好像真的 甚是 還有坐 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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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结束后他们会卖一种棒棒糖 如果你买了的话就可以走上蛋糕和电源合影 但是如你所见 这个光线打得非常的魔幻 比起拍照可能还是录视频会更好一点 Kawaii Monster Cafe其实还挺大的 它分割成了不一样的区域 而每一个区域也有各自的装饰主题 区域的选择会随着会员等级的提高而解锁 所以第一次来店的客人都会被分到我们的位置 也就是眼前这个以烈焰红唇为主题的区域 而最里面呢是一片充满了冰淇淋颜色的 以甜点为主题的区域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区的设计 墙上巨大的马卡龙真的非常可爱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从Kawaii Monster的咖啡里面出来 在咖啡里面出口处呢还有一个经验品商店 我是买了这样一个明星店 是店里面最标志性的这个大转盘 非常可爱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去6%Doki Doki 就是同样是Sebastian Matsuda设计师 是同一位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品牌 让我们去看一看啦 6%Doki Doki元素店就在离咖啡不远的小路上 当你看到这个魔性的玩具熊的时候 你就找到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6%Doki Doki的店头 让我们去看看啦 这次是个魔性的 这次是个魔性的 好恶心的 好恶心 这身边的马卡龙的话 这个风格一直会很壮瑟 然后很多颜色在一起 有点杰乱 但是又有一种叫什么Colorful Rebellion 就是色彩的叛逆 这样的感觉 因为店内不允许摄影 我就带大家一起看一看他们的官网 感受一下这个画风 增填 Sebastian的作品 并不是所有人一眼看上去都会喜欢 但我想 所谓元素的精神 不就是挑战既有的审美体系 无所畏惧地表达自我吗 无所谓元素的精神 无所谓元素的精神